中广论坛 哈喽大家早 欢迎收听今天星期四的中广论坛 我是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今天外面天气就突然变冷了 因为阴雨绵绵 上个礼拜我都已经开始开冷气了 然后已经迎来蚊子的第一波攻击了 我以为夏天到了 那就把棉被啊 后被子啊跟后衣服全部都收起来 打包收好 结果这两天天气又变冷 我这两天晚上 紧抱着我的小凉被 度过度过 我以为应该变夏天的这个冬天 所以这几天又变冷了 那大家要小心那个保护身体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感冒的话 其实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不知道说我现在喉咙痛 喉咙痒咳嗽到底是感冒 还是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千万要小心照顾身体 这时候不要感冒 因为感冒以后你自己的心理压力也很大 过去感冒你觉得我吃个药就好了 现在感冒你都不确定说我真的是感冒吗 还是我有怎么样怎么样 昨天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他收到了那个 因为敦目舰队发的那个细胞简讯 他收到了那个简讯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这个简讯只告诉我说我有根 而且这个简讯内容 那他还是赤裸裸的称武汉肺炎 不过我也没有意见 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好了 知道接触到什么就好 要用什么名称 为什么我们在一个名称上面 纠结来纠结去 那就是代表台湾充满了意识形态 其实叫什么都无所谓 只要大家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事情就好了 可是为什么会有一部分的人坚持要叫这个 有一部分坚持要叫这个 这个里面就代表着有意识形态 对不对 有意识形态觉得我就是要叫新冠 或是有意识形态觉得我就是要给你叫武汉 那其实无所谓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意识形态 就尊重嘛 你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 只是说在官方来说 官方还是有官方应该要有的用语 因为照理说我们认为官方是不该有意识形态 应该只有专业形态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的政治跟政府也很意识形态 大家也知道 那一封简讯是这么写的 因为应该有很多人也收到这个细胞简讯 开头是疫情警示 您曾和武汉肺炎确诊个案 同时位于同一地点 那显得很可怕 你曾经和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 同时位于同一地点 请注意自身健康状况 保持社交距离 出外戴口罩 并请洗手 身体不适请立即就医 有问题请打1922疫情指挥中心 OK 他只有写这样 他只有写这样 好啦 请问 这一个我朋友就说 我是跟哪一例的武汉肺炎的个案 在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点 他根本就不知道啊 对不对 因为这阵子的确诊病例也很多啊 也不一定只有敦目见啊 对不对 前两天不是也有一个境外的吗 也有两个境外的吗 也不一定只有敦目见啊 也有境外的啊 那你好歹你写一下吧 你曾经几号 到几号之间 对不对 曾经与确诊个案 你跟他讲一下时间吧 你不讲时间 然后不讲地点 然后像跑业务的人 他就是个跑业务的人 不是只有在台北 到处跑双北 他是全台湾都有跑业务 然后他上个 他就说 我就说那你上个礼拜经过哪一些点吗 我帮你判断一下 因为我大概知道 有哪一些确诊个案的足迹嘛 我说你帮你判断一下 他说 我上个礼拜几乎在环岛 他在跑业务 跑那个案子的进行 所以 我觉得这样的细胞减讯 也真的是 突征人家紧张啊 可是 有用的资讯 缺了一大半 有用的资讯 只告诉你说 你曾经跟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 同时位于同一地点 这个同时是大概什么时间 没告诉你 这个同一地点是在什么地点 没告诉你 如果这个人 他同时经过很多地点的话 他到底是会收到很多封简讯 还是只有这一封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过滤的方式是怎样 所以像他就 他只能说 OK吧 我这段时间只要有任何症状 我都快跑去救医 只能这样子 他没有 他已经回想不出来 到底可能是在哪里 因为他也不知道所有个案的足迹啊 因为这一次有这么多人 然后各自分散 台中也有 宜兰也有 基隆也有 高雄也有 哪里都有 他怎么会去背 每一个人的足迹呢 对不对 我们又不是像国外 像韩国还是哪一个国家 反正很多国家都有这样做 做那种APP 就是 如果你今天经过 或者是说 他的细胞检讯会告诉你说 你是在什么时候 到了什么地方 有跟谁 有跟哪 有跟确诊病例接触过 这样提醒你的时候 你会去回想 我跟你讲 这件其实是重要的 因为你会去回想 因为如果说我知道 我是在台北车站 或是在公园里面 假设公园里面去接触到的 我不会那么紧张 可是如果我是在一家咖啡馆里面 接触到的 我的紧张程度就不一样了 因为一个是室内的 一个是大范围的 人来人往 他不一定就在我身边 他只是刚好也在这个地方 譬如说 高铁左营站这么大 对不对 我只是跟其中一个确诊病例 在同一个时间 刚好有在这个高铁左营站 那我不用这么紧张 小心 因为左营站这么多人 这么大 我不一定跟他是会擦身而过 但是如果说 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曾经跟他在 哪一个地方的 同一个咖啡馆 同一个餐厅里面的时候 那这个就不一样了 因为餐厅有时候 位置 其实说什么 隔板 社交距离 不要骗人了 大家去餐厅看 大部分都还是维持原样 尤其是小型的餐厅 餐馆 大家去看 其实都还是维持原样 那你吃东西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戴口罩 你吃东西你一定会拿下来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跟他坐同一班高铁 即便我跟他坐同一班高铁 我都不会担心 为什么 因为高铁强势要戴口罩 可是如果我曾经跟确诊病例在同一家餐厅 尤其是小餐馆或是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紧张 因为在餐厅里面 哪怕你是喝咖啡干嘛的 你都一定会拿下口罩 他也一定会拿下口罩 所以在这个时候 在一个比较密闭 比较小型的空间 而且彼此都把口罩拿下来的地方的时候 这个 我要警觉的感觉 那个情况 其实就跟 在高铁 或是在公车 或是在捷运 或是在公园 的危险程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所有在做疫调的人 或是在做防疫的人都知道 不同的接触方式 有不同的风险 所以 确实 他直接问我说 我也说 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什么 我就说 那你讲讲看你经过哪里 我帮你判断一下 可能是哪个点 他就说 我又没有办法 我几乎都在环岛 我跑业务 我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的 对 所以像 其实这个状况 我猜是很多 收到这个细胞简讯的人 他就只能说 好吧 我接触过了 但是我在哪里接触 我不知道 怎么接触的 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 这个可能是 在做这个细胞简讯的时候 有人说 是不是图 像这几天 也有医师跟公会主角者说 这个 这种发法 只是图征大家的紧张而已 你要告诉大家什么 没有 然后 你直接把他的足迹都公布 让大家自己去对 就好了 你这样发一个 不清不楚的简讯 然后里面 然后足迹对图 也公布的 不清不楚 不完整 你要我怎么去 去对说 可能是在哪里 就算民众自己很有防护意识 台湾这一次的防疫成功 说真的 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是全体医护人员 加基层公务人员 加民众 大家一起配合出来的 所以在像这种 敦目见发生的状况以下 民众第一时间会害怕 会生气 会究责 没有错 可是我们第二时间 就开始在看 我要怎么配合政府防疫了 我有经过这些地方 好 我小心 好 我又把口罩戴上来了 我又开始勤洗手了 对不对 民众的反应一定是这样 好 我第一时间当然会生气 会究责 会想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 可是第二时间以后 我就会开始配合相关资讯 开始防疫 可是在这次敦目见 我们发现 民众生气完以后 想要配合 开始防疫 想要了解资讯的时候 我们发现国防部 怎么样 挤牙膏式的 资讯给你骗来骗去 资讯给你骗面的释出 在 这个事情的 敦目见一发生的时候 如果大家还记得 一发生的时候 大家有点震惊 想说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破口 可是接下来是什么 担心说 到底有多少官兵感染 其实大家是 我是以我的感受来看 我觉得大家很多人 应该感受是这样 就是一开始我们是担心 不只是担心台湾的防疫破口 也担心说 这艘舰队上面的官兵 会不会发生像美国的 罗斯福号 或者是钻石公主号一样 然后让几百名的官兵 都处于一个确诊的 这个恐惧上面 其实我们会为他担心 我们也会为台湾自己担心 可是也会为他们担心 因为总是都是我们的国军弟兄 不希望说发生什么状况 可是为什么 一些些时间以后 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开始变成生气 因为国防部的态度 因为国防部的态度太让人生气了 我看到很多网路上的言论 一开始后来就一直在霸凌 或是批评那些生病的官兵 说他们隐匿 说他们把病毒带回台湾 说他们祸害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真的是太过分了 其实我们这三个月的时间 只要遇到确诊病例 只要我们一大概知道 谁是确诊病例的对象 或是谁什么样子 网络很多这种霸凌的声音就出来了 就去攻击这一些 确诊病例者 或是怎么样 或是有感染风险者 就去说你们把病毒带回台湾 你们怎样 你知道这会让 很多人不是只有这些人感到压力 他生病也不是他愿意的 他在空气之中 他肉眼如果可以看到病毒的话 我想他会一直散一直散 会一直去散开那个病毒 但是他看不到 我们也看不到 我们也不知道有谁 是 不是吗 因为就有找不到感染源的病例 对不对 我们怎么知道在生活之中 谁跟我们擦身而过呢 谁跟我们讲话呢 路上有一个人问我们话 然后我怎么知道他之前怎样呢 所以没有人想要生病 不管什么病 除非他恶意的去一些 已经警示有危险的地方 当然之前不是有旅游警示已经提升 还有人就是我就是要玩 我就是要去 这种人当然就是活该 可是 绝大部分的人 他真的不知道 发生什么状况之下感染的 他也没有怎样 他也没有去危险的地方 然后也生活很单纯 那这个时候 这时候 这三个月来 只要发生事情的时候 网络上就会有很多霸凌的 这种文字跟攻击出现 我曾经也想过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如果是我们自己 感觉到不舒服 我们真的敢 第一时间就跑去就诊吗 坦白说 要是我我也会怕 因为如果我就诊了 我去就诊 然后我确诊的话 是不是开始有一些网络评论 也都够出来攻击我了 我去过哪些地方 我祸害我的选民 我怎样我怎样 我瘫痪议会什么的 但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感染的 我在选区里面 选民来找我的时候 我不能去拒绝他 我也尽量都戴口罩 我还是要去会看去什么 那我怎么知道 我们这个社区里面 哪里有病毒呢 对不对 我连内湖有多少确诊病例 我都不知道了 对不对 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说 我正常的生活情况底下 如果我还感染的时候 我怎么会知道 可是我敢打赌 如果是我 刘淑惠 今天真的确诊感染 一定会被霸凌 虽然我不知道 我做了什么事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这种压力底下 会不会就让很多人 一开始有症状的时候 包括说这些士兵 有症状的时候就 自我安慰 我可能是感冒 我可能是太累 这个在船上头痛也是常有的 因为大家会避免 往那个最坏的方向去想 这个是人性 确实新冠的很多症状 现在衍生出来 跟很多我们一般 常有的症状 是一样的 所以你不会马上 一出现一个什么症状 我就说 啊 惨了 我是新冠 确实是不会 你当然你说 发烧这个已经是非常明确 非常危险的指标了 对 可是其他的呢 肌肉痛 我们也常常在肌肉痛啊 啊 头痛 有时候也常常在头痛啊 对不对 就喝咖啡 所以今天不是在说 为他们脱罪 不是 而是在说 就是确实有一些 状况 不管是心理的压力 或者是说 症状的判断上面 确实会 会有 导致说 有一些意外的产生 最近我看那个指挥官 那个张上纯 张上纯 也出来说 我们不要去霸凌 这些病例 真的 因为你越霸凌 越去负面 把负面的压力 加在这些病例 你只会导致其他的人 有一个集体的恐惧 如果我觉得 我有症状 我有接触过 我敢不敢 去老实的去讲 第一时间 跑去就医 可是我们是希望说 所有的黑数都要出来 你只要有症状 你就最好去就医 对不对 我们是希望这样子的 我们希望说 越透明 越防疫 所以 这个是我这三个月来 每次只要看到 什么里长出国 回来被骂翻 其实那个时候 旅游警示还没有下 然后要不然就是什么 谁把病毒带回台湾 这种 然后一知道谁 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就 天马行后 骂一骂 可是如果知道 一个对象的时候 群起而公之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 当我们这个社会 在面对一个危机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一起 同心合力 充满了包容心 一起去面对呢 还是说 这是厉害 这是你的事 你不要来 不要来影响我 这个是 这个是未来 我们可能台湾 还是会持续的去面对 不管是疫情的压力也好 天灾也好 国际局势也好 本来一个国家 就会不断的一起 一直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那当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的时候 到底是 我们内部 我们不要说 我们要跟什么 是地球村 要跟每一个国家 携手合作什么 还不要说到这里 我们光自己在台湾里面 我们要不要跟 我们台湾的每一个人 携手合作 这个就 这个就已经是 在每一次的 这种挑战来的时候 每一次的一个考验 在SARS的时候 因为在SARS的时候 我就已经参与 SARS的一些相关的工作了 17年前的SARS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毕业 我就曾经参与过SARS的工作 在政府体系里面 17年前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这个样子 17年前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 哪里有确诊病例 哪里有确诊病例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只是担心 就是 他会怎么样吗 我们会为他担心 然后第二个是 那我们这边附近 有没有消毒干净 安不安全 这样而已 不会想到 要去怪这个人 真的 17年前我经历过 我想很多经历过 17年前的人 也没有感受到 说像今天这样子 到处就责的这种氛围 所以这是一个 所以海军敦目舰的事情 我第一时间就说 拜托 不要去怪这些 基层的官兵 为什么 你不要去怪 他们防疫意识不够 我跟你讲 要有防疫意识的是 他们的官 不是那些兵 因为大家可能 虽然我没有当过兵 可是我们也有看过 军队的状况 军队的文化 那很多当过兵的人 你们应该知道 你们在军队里面的时候 哪怕是戴口罩 都要上级指示下来 我们在自己生活之中 可以自主的决定 戴或不戴 对不对 在前一阵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说 戴或不戴 然后你排不排队 你要不要去买 可是在军队里面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子 你如果在操练的时候 只有你一个人戴口罩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或是大家都戴 只有你一个人不戴 军队也不会放任这样 大家自己决定 要不要戴 反正我们今天就出来操练 不会吧 军队里面应该是说 好我们现在开始 都要戴口罩 或我们都不要戴口罩 只有谁可以戴 何况之前 我们的20万国军里面 只分配 每一天只分配到1万多片 所以也不可能 说所有人都有口罩戴 所以你怪那些兵干什么呢 第二个 是谁决定要敦目建在 全球有疫情的时候 还要跑出去敦目呢 我们已经全球都变成疫区了 然后你说 某一个特定的地方 他没有病例 所以我可以去 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我们都希望说少出国了 并没有说 连我们在一般的台湾社会里面 都要求说要有社交距离了 台湾那么安全 我们都说要有社交距离了 你去一个未知的地方 然后你只相信说 他的官方资料是没有确诊 你就相信吗 那你相信大陆已经没有 没有什么新增了吗 可以去大陆了吗 对不对 没有确诊病例 只代表说 他没有去检查出来而已 他如果说 每天的给你筛检量是零 或者是一百个两百个 那当然都没有确诊病例 大家知道美国在三月的时候 所谓的没有病例 是因为他没有进行筛检 美国一直到三月的时候 他全美国的筛检人数 也才九百多个人 那当然没有什么病例 他根本不给你筛检 后来每一天 十万人十万人的筛检以后 你看今天的美国 是有多好病例 你没有筛 当然没有 对不对 你筛了以后会怎么样 谁知道 你没有筛 等于就是盖牌 就像日本之前一样 所以 谁决定可以出去的 谁决定还是要出去的 有没有人在船上下令 在船上的每一天 都要戴口罩 下船也要戴口罩 船上有没有人下这个指示 如果没有的话 个别官兵 士兵他怎么敢戴 还有口罩在谁手上保管 他怎么会有没有口罩 所以我才说不要去怪兵 要怪的是官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生命就该浪费在